倩盆改真厉害 你说倩盆已经知道了 你早知道会有这天 怎么 后悔吧 雨晨 我拜托你 帮我演完这场戏 好不好 带走 好 反正这天总会来的 爸 阿姨 吃饭了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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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洗个面吧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我的生日礼物呢 好,差点忘了 谢谢快乐 谢谢 等我打开来看看 好漂亮啊 警察,谢谢你 你们全都来,我真的好高兴 郁珍,如果你的男朋友能来,你就更好了 男朋友?郁珍,你有男朋友了? 怎么不告诉妈呢? 长得怎么样?家里有没有钱啊? 房子多不多? 姐夫,这个大名 姐,我跟姐夫 你看,她让人烦跟我另一模一样 是啊,我男朋友眼光跟姐夫很像 连姐夫都一样 哎,像姐夫有什么不好的吗? 当然没什么不好 你看姐夫这么成熟 又懂得照顾老婆 有什么不好呢? 哎,你姐夫是结婚的人 跟你说,交男朋友千万不要交有老婆的 他们都是骗你的,别理他们 大妈妈,郁珍是个聪明的女孩子 我想她应该不会那么糊涂的 郁珍,你说是不是? 当然不会的了 当然不会啊 可是姐,你知不知道 现在男人都很自私 予以生长都想兼得 有的男人啊,在外有了婚外情 老婆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可是呢,这个在外头的女人也是很可怜的 姐,如果你是一个老婆,你会怎么样? 我?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 你又在骗我,说故事是不是? 那怎么可能的吗? 郁珍,你现在应该等到答案了 不是吗? 哎,你俩怎么说的话我都听不懂啊 不要再说话了,菜都凉了,吃饭了 姐,我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了 走 为了掩饰自己良心的不安 景昌做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决定 移民加拿大 但是人生地不熟 郁文带着小孩 能顺利的在异乡落地生根吗? 这种安排就能使郁文这一家 平安无事了吧 思念就像一条绳 帮助我的心,我的眼神 睁开枷锁,可不难免有恨 一颗星住着两个灯 一转轻叫做两个吻 一坐车黎明到黄昏 多少没有归属的魂 叫我怎能不相不闻 不理不分 不哭不笑也不当真 任凭两个影子三个人 手指上恨我一生 叫我怎能不爱不恨 不热不冷 不让不振也不心疼 天看两个影子三个人 各自转身 再各自飞奔 叫我怎能不相不闻 不理不分 不哭不笑也不当真 从中心关系您的健康您的权益 以最清晰的画面最好的音效 及国内三台最精彩的节目 献给您最佳的事情享受 为保障您的权益 爱护您的视觉感官 大家一起来聚看盗版带 我们以实际行动来伸张正义 请即将盗版带和出租店的地址寄给我们 我们将亏赠一套您最爱的录影带 谢谢您的支持和合作